大家好 孟晚舟败诉了 那么27号 北京时间28号凌晨 加拿大卑诗省最高法院 公布了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 判裁决的结果 驳回孟晚舟 关于她的行为 不符合加拿大和美国双重犯罪的诉讼的请求 因此 她的引渡请求将继续审理 是继续审理 那么孟晚舟将继续留在加拿大 等候引渡审判 那么首席法官西瑟福尔摩斯 在关于双重犯罪的广泛预期的裁决中说 美国检察官指控孟晚舟的罪行 如果在加拿大发生 将被视为犯罪 那也就是承认了 这个是双重犯罪 那么首先 法院在裁决书中怎么说的呢 裁决书中说 美国制定的经济制裁法律 不是加拿大法律的一部分 但从根本上讲 他们与加拿大的价值观 没有根本相反 其实这句话呢 这是英文语言文的意思啊 其实这句话就是说什么呢 说美国认定了一些这个价值观上的事情 那么美国认为这个是违反价值观 所以是错误的 价值观嘛 对异和错嘛 美国认为是错的 那么我们加拿大也认为这个是错的 那虽然我们没有制裁伊朗 也没有犯罪 对吧 也没有这个 对 与伊朗进行贸易的这个 这些人进行这个制裁 但是 价值观相同 所以这句话呀 非常耐人寻味 价值观 价值观可以审判你 我觉得这个 这个又给我上了一课啊 给我觉得给所有华人也上了一课 在国外价值观是可以审判你的 千万不要想什么 法律审判你 价值观在国外也可以审判你 对吧 虽然我们国家没有制裁伊朗 没有立法制裁伊朗 我们没有 跟我价值观一样的美国制裁了 那么我跟他的价值观一样 所以我也制裁你 我也怕你有罪 这个是什么呢 价值观的审判 那第二点呢 在引渡过程的最后阶段 如果考虑到所有相关情况 司法部长必须明确要求 拒绝移交引渡命令 如果该命令不公正或令人生畏 就是说第二点呢 我宣判你的理由 我认为你是双重犯罪理由 价值观 我们加拿大的价值观 和美国价值观 是相同的 不相反 对吧 所以我认为你还是有罪 对吧 双重犯罪 虽然我们没制裁伊朗 但是你的构成欺诈 是不是 你那个欺诈行为 我认为是和我们价值观不服 那么第二点呢 这个法官就把这个责任排出去了 由谁来决定 你最后啊 能不能引渡美国 不是由我 福尔摩斯来决定了 这法官名起跳 福尔摩斯 由谁来 由加拿大司法部长来决定 你看他说的 在引渡的最后阶段 考虑到所有相关情况 将由司法部长明确 要求拒绝移交命令 如果该命令 不公正或令人生辈 就是你呀 能不能被移 移交到美国 你这次引渡案 能不能移交到美国 将由加拿大司法部长决定 而不是由法官来决定 这法官说的已经很明确了 这个判决书啊 这判决书呢 其实就是两点 就告诉你 你构成双重犯罪 为什么构成双重犯罪 价值观不服 价值观不服 就是 你是触犯了什么 美国说你触犯了这个制裁伊朗的这个法令 对吧 那律师也说了 加拿大没有制裁伊朗 加拿大跟伊朗还是你好我好 两边还是是吧 你浓我浓啊 两边很好啊 但是 我们加拿大和美国的价值观相同 所以美国的价值观 是吧 认为伊朗是邪恶的 那我们虽然跟伊朗非常好 但是我也认为 他是邪恶的价值观 那你呢 跟美国的价值观相冲突了 我们也就认为 你 也就构成了犯罪 说的有点绕啊 其实啊 我觉得这些懂法律的人啊 就欺负那些不懂法的人 他喜欢用这个 你说智商上的这个优势啊 程序上的优势 地位 现在可以看这个法官 像不像一个什么 高高在上的一个上帝 在审判着世界的一切 然后告诉大家 这是价值观 有时候吧 很多人反共啊 认为共产党是不是 也是 共产党人质嘛 官员在上面高高在上 说这个对就是对 说这个错就是错 为啥 我高兴 我喜欢 我的价值观 哎呀 你有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世界惊人的相似啊 有的时候 你反对共产党 说共产党是人质 共产党这个官员的喜好可以决定 是吧 决定这个 体育场的大小 体育场的形状 城市的样貌 价值观呢 但是你跑到美国 跑到加拿大 你会发现 突然发现这个地方最引以为傲的法院呢 这个法官呢 也是靠价值观来审判的 我不喜欢你 对吧 我认为你邪恶 为啥呢 我的价值观和美国价值观是一样的 我认为美国就是正义的 我们跟美国的价值观是一致的 所以你们呢 你们当然就被当成什么 被当成邪恶的 那我不以事实为依据 这就是为什么当时 所有的律师啊 都认为70%胜率 胜率很大 但是大家一下子瞠目皆舍 也过于相信司法 过于相信什么 相于这个相信这叫什么 人呢有两种嘛 一个是为心 一个是为物 大家过于相信为物了 认为所有的证据和法条 都对孟晚舟有利 但是你突然发现啊 加拿大人这个法官 跟你玩了一个金蝉脱窍 我违心了 是不是 价值观不得 把所有律师打一个措手不及啊 价值观也可以审判你啊 你记住了 以后在加拿大在国外 是不是 也可以审判你 那你说这和共产党 有些官员有什么区别吗 是不是 我也是价值观呢 我认为这个体育场就应该盖成这样 城市应该盖成这样 是不是 电视台播音员应该选那样 价值观都是价值观 违心嘛 我想 我想 你对还是错 我想的 不以事实为依据 所以你啊 跑到哪 你跑到加拿大 你也逃脱不了违心 你也逃脱不了价值观 共产党可以学一学 把这价值观弄弄起来 是吧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 那些官员 啊 我们的价值观不同 是不是 拘捕你 你价值观不同 哎呀 这个是所有律师们要想到的 价值观可以审判一个人 哎呀 那么后面23页审判的判决书啊 那福尔摩斯法官说呢 孟晚舟的涉嫌犯罪的实质是欺诈 欺诈 这是意思的 虽然我们 嗯 是不是 那个 孟晚舟的律师说了 首先就是说 这个伊朗制裁 孟晚舟的欺诈是由于伊朗制裁而来 我必须使用一些啊 类似于欺诈的手段 让这个 与这个 伊朗做生意吗 因为美国制裁 那么加拿大没有制裁伊朗 对吧 那加拿大的法官说 我们与美国的价值观相同 所以呢 我们 就是说意思 哎呀 我我当了表 但是我得立吧立个牌吧 啊 我我虽然没制裁伊朗 但是我们 我们看着伊朗也是邪恶的 就我们得得实惠 不制裁伊朗 但是我们呢 啊 谁要是帮伊朗 我们也制裁 我们也价值观嘛 就是意思 你在加拿大啊 加拿大也是制裁伊朗的 说白了 从内心制裁 虽然我们肉体上不制裁 但是我们内心的认为伊朗是邪恶的 那么 之前 孟晚舟这个律师啊 这所有的辩护认为 加拿大法律上没有制裁伊朗 那么加拿大 这个 孟晚舟在加拿大不构成犯罪 那这一条被法官一个 违心的叫什么 啊 价值观的审判就解决了 说说我还是认为伊朗还是还是应该被制裁的啊 我们认为他是邪恶的价值观嘛 那既然这样后面所有的欺诈行为啊 那辩护的欺诈行为就不成立了 如果你首先你不制裁伊朗 那我也不至于欺诈 对吧 那我不至于欺诈 那我就不构成犯罪 但是首先 这个法官已经用一个价值观的审判 认为 在加拿大你对伊朗的这种贸易行为 加拿大人也是不容忍的 虽然我们表面上没有制裁 但是我们价值观不同嘛 我还是认为他是不好的 帮伊朗是不好的 那你后续你所有的欺诈行为 也就是不好的嘛 说白了 这个价值观啊 可以延伸到后面所有行为 你包括他的这个欺诈 那后面欺诈如果成立 那就是说了 实质也是欺诈 那在美国认为他是欺诈 在加拿大也是认为欺诈 那 法官的这一个维新主义啊 这一个价值观 把这个律师所有准备的 所有的辩护词 全部推翻 这法官厉不厉害 法官多厉害 你看 人家跟你讲证据 摆事实 然后一个维新 我们价值观不同 啪把所有推倒 在场人都惊了 我估计那律师都惊了 律师心想 我地方还有这么判案的啊 价值观不同也可以审判你 看到没有 大家又学了一招了吧 以后到加拿大啊 到加拿大 法官是可以用价值观审判你的 不用证据 不用说事实 摆证据 不用狡辩 叫什么辩 价值观不同 拉出去 枪 有点像文革那时候 价值观不同 你敢说这个 是吧 也是价值观的证吗 直接给你绑起来 有的时候吧 你觉得好像是 有些司法是正义的 程序是正义的 把这流程走完了 但是呢 它关键是个 拿价值观怼你 哎呀 你还得接受 为啥 司法是独立的 独立的是什么意思 独立的就是说 人家想干嘛干嘛 这就是独立的 我告诉你 什么叫独立的 司法是独立的 没人能管得住的 所以啊 这个世界的真相 又告诉你一点了 司法看着好像是 公正公平的 讲究事实的 最后 违心出来 价值观不同 全给你破了 这世界很有意思 我觉得这个法官 可以出本书 这以后教教大家 怎么用违心来判案 我们价值观不同 哎呀 那么孟晚舟啊 在这个 加拿大的犯罪事实 认为也是欺诈 对吧 那就刚才讲了嘛 虽然没有制裁 伊朗加拿大 但是我们价值观不同 那所以你也算犯罪 加拿大的 福尔摩斯在判决中写到 加拿大的欺诈法 超越了国际范围 那么孟女士 对双重犯罪 进行分析的方法 将严重限制 加拿大在引渡欺诈 和其他经济犯罪的背景下 履行国际义务的能力 那福尔摩斯法官的裁决 并不意味着 孟晚舟将被引渡到美国 那法官仍然 必须举行听证会 以确定是否有足够的证据 可以引渡 那么孟还声称自己的权力 在被捕时受到侵犯 那福尔摩斯指出 加拿大司法部长 也将有机会 权衡将孟晚舟引渡的决定 是否违反加拿大家日观 最后这个法官将什么 将这个球 踢给了加拿大的司法部长 我觉得会不会是 司法部长有意 让他把这个球给我 几股穿花传到我这 司法部长就是官方了 司法部长就不是 加拿大地方法院了 而是由什么 由加拿大政府来决定 那加拿大政府 跟中国政府会不会有交换 那咱们大家好续再等 我觉得这个事 也并不像有什么讲的 会拖个很长时间 我觉得到了加拿大的 这个政府层面 政府层面 其实事就好办了 因为加拿大 如果你懂它的这个法律体系 还有这个国家体系的话 地方和政府 和中央政府 实际上这个管辖权 是划分的非常明确的 必须得啊 这个判决 明白吧 地方判决 加拿大政府是不能干预 地方上 那么这次呢 主动的由地方上交给中央了 由中央来决定 那我觉得其实孟晚舟的 转机也出现了 这回你听懂了没有 并不像很多人讲的 孟晚舟完了 要在这待个很长时间了 你别忘了 那还有一个Michael 康明凯呢 中国政府跟他换 跟谁换 跟加拿大政府换呢 加拿大政府手里没有牌呀 这回好了 球已经传到我加拿大政府这了 引不引渡 是我加拿大政府来决定 司法部长来决定 这就好办了 所以我啊 我其实我抱着一种 比较乐观的态度 我认为啊 这是给 给孟晚舟这个案子啊 又产生一个新的转机 这个决定权看到没有 地方上的法官 已经把这个球传给了 这个中央司法部长 由司法部长来决定 那就是 中美两个政府之间 操作的问题了 还有 中国和加拿大 只要这三方政府啊 能协调好 其实也就互换了 哎呀 后面呢 其实就是说这个 孟晚舟这个案子啊 是不是 欺诈行为 那么 用了很长的文章啊 这个我也不 不细给大家讲了 可以自己去搜啊 我刚才读的是英文啊 判决书上 就是在 加拿大的这个 法院的官网上 判决 那几个词 就几行 其实就是一句 短短几句话 违反了加拿大的 价值 价值观 因为与价值观不符 所以我们认为它是有罪 那么 其实啊 孟晚舟最后呢 将由 司法部长 戴维拉姆蒂 决定将孟晚舟 送给美国当局 是公正的 还是压迫琴 也就是说 这篇审判最终结果 告诉你了 最终将由 加拿大司法部长 决定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 最后啊 加拿大政府 会不会和中国政府 进行交换 大家后续还有的看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随后被记者追问及 如果孟晚舟 按无论如何裁决 都要得罪 中国或者美国一方的时候 特鲁多表示啊 无论法院做出 怎样的裁决 加拿大都无需 做出解释 或者道歉 那么也就是说啊 加拿大想 撇清自己 在美国和中国之间 不想得罪任何一方 那实际上 他也 他也说出来了 无需做出解释和道歉 他是给中国说的 也是在给美国说的 表示自己的 我的独立性 那我觉得这句话 隐含的意思 其实非常明确 非常明确 就是加拿大 他不想再处在这种尴尬的地位 他想到什么 并不是想和美国站在一边 你看到这句话 不是冲中国说的 是美国与中国选边站 那加拿大 他不想 处在这种尴尬的地位 那特鲁多说的 加拿大 无需做出解释和道歉 就你中国 我们也不需要解释和道歉 美国我们也不需要解释和道歉 那么 现在球已经给加拿大司法部长了 司法部长决定是否引渡 那么后面的案子呢 其实后面那种 这个执法权 六月份开庭 那个叫什么 执法过程中 是否违法了 这个什么条例的 这都是小事 其实不影响引渡这个程序里边的 这个主流 引渡这个程序 那是否引渡 刚才讲了 交由加拿大司法部长 那特鲁多也表示了 我们不会看到美国面子 也不会看中国面子 我们将独立进行 其实也就 我觉得这话里边啊 也就是说明什么 下一步进行人质交换 有可能了 我觉得 我们不会受美国的压力 也不会受中国的压力 所以我们可以单独进行 由司法部长 对吧 把那个康明凯和麦克尔换回来 用孟晚舟 我们决定不引渡孟晚舟女士了 没准哪几天啊 未来的哪一天 突然双方者谈妥 突然就发出这个新闻 孟晚舟不带引渡 法院已经判决了吗 江游 谁来决定 江游 司法部长来决定 哎呀 我觉得这是好事啊 气急啊 我觉得这个孟晚舟离回家越来越近了 如果还在美国走 在加拿大走这个司法程序啊 三年 四年 五年 十年都有可能 所以啊 这回交由加拿大的司法部长决定 是否引渡 那就是一派一锤的买卖 一下子时间就定了 只要加拿大这个司法部长 加拿大政府 与中国谈好了 马上就可以 不引渡 这反而从程序里边记住了 从加拿大司法程序里边逃出来了 那我觉得这是孟晚舟啊 另一种胜利 这我这么想 我看这个新闻 我觉得是另一种胜利 他从什么 从司法那个程序里 漫长司法程序逃出来 法官说了 由司法部长决定 那这个决定就是快速 高效的决定 那后续会不会用Michael和康宾凯 交换孟晚舟 我觉得这个啊 希望更大